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上都去过 我再问大家 去过香港故宫的请举手 一个都没有 想去吗 想 我也想 但是至少今天在这儿 我们可以先一包眼福 通过一个短片来概括地了解一下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几十秒钟的几个镜头 剪辑在一块 是不是已经足以勾起 我们的好奇心了 里面有着浓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 但与此同时 又有很多的细节 极其地现代 和现在年轻人脑海中的 那种博物馆的印象 不谋而合 甚至有一些地方 我很好奇 为什么在故宫文化博物馆里 会出现那样的一些场景 所有这些谜团 今天我们在这儿 可以通过一位开奖嘉宾 来揭开 让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馆长吴志华 有请吴馆长 夏老师你好 夏老师你好 不算雷红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 请坐 很多的博物馆的馆长 或者博物院的院长 来到这儿 大家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 您那儿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呀 所以特别想知道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您那儿的镇馆之宝是什么 这个问题很烦恼 因为我们现在展出 有五八件来自故宫 博物院的文物 都是有万种挑衣的 五百件都是 五百件都是我们国家文化艺术最好的东西 都是国宝籍的 都是宝贝 挑不出 应该来说就是馆长挑不了 不如观众自己挑自己 心中最喜爱的那个宝贝 我觉得这个才有意义 我开关过去一年 都老是跑展厅 看看观众怎么样的反应怎么样 不同观众有不同的反应 我们要连长一点观众 他们喜欢一些比较传统一些文物 年轻观众呢 就看四号展厅里头一些 古今对话一些当代艺术品 但是刚才看这个短片 这个确实和我们印象中的故宫 还不太一样 然后有一些展览的布置 确实让我们觉得想象不出来 那是干什么的 比如说我看到天花板上 有一个圆形的装置 然后地面有一个圆形的装置 你们刚才注意到了吗 那个是一个什么展览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 很受欢迎一个展品 大家看到了 我在弹杀来的时候 是欣赏这个多媒体节目 其实这个是我们在二号展厅 庆功一天生活里头 最后一项展品 是说皇帝八点钟 他要睡觉 他睡觉的时候 梦见他去世的王后 他这个王后 很好的感情 他一生做了一把多首诗给他 我们跳了其中一首叫梦的诗 是他说他在梦里头 重建他去世的诗子 我们配了一些影响音乐 观众 观众躺下来 感受一下钱龙王帝 对气质这个训练 这也是我们香港故宫 玩里头表现文物一个特点 真的是打破了我们对于传统的 博物馆和博物院的想象 今天现场也有四位年轻人 带着他们各自对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的好奇 也有对您的好奇来到了这里 他们有问题想跟您交流 好啊 好 交流一下 谁先来 我叫李嘉慧 然后我现在是清华大学的一名 在读博士生 然后我之前呢 自己在香港学习 还有生活了差不多九年多的时间 在我的认知里面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里 香港它是有声音的 其实做人呢 最要紧的就是开心 诶 你会不会肚子饿 我下碗面给你吃 这是各种影视剧里的台词是吧 麻烦你 鱼丸出面 没有出面 是吗 来碗 鱼丸喝粉吧 没有鱼丸 是吗 鱼丸不 是麦兜二 菠萝油王子 厉害 大老师 这些声音塑造了香港的黄金年代 时至今日呢 无论是我自己 还是我周边的朋友们 我们所喜爱的文化方式和内容呢 也在发生着变化 比如说我之前在香港的时候 我们每一年都会去看 像一年一度的巴塞尔国际艺术展 中环艺术展 然后我自己因为时间问题呢 还没有机会去这个香港的故宫博物馆 但是在我的朋友圈 他们已经都去了这个地方打卡 然后我相信这也是香港非常新的一个打卡热点 所以想问吴馆长 香港故宫博物馆会成为下一个文化爆款吗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爆点是我们每一个博物馆 馆长都希望就是我们做的检浪 受观众欢迎 人数多 可是人太多也不太好 观众记起来的话 根本看不到文物 我们不是拍电影 不是拍电视 越高级越好 我们博物馆还有很多一些重要的使命 比如说我们要保护文物 做研究工作 还有时候我们的活动 去照顾一些小众的 比如说城市人士 带树的家庭 所以我希望将来是做一个平行 在爆款以外 我还要照顾其他的观众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 有一句我很感受就是 香港的环境时代 我觉得我们还会有环境时代 我们要共同努力 这个努力不单是我们香港 我们这个民众 要希望你跟我们取手 打造我们香港的环境时代 我们中国的环境时代 环境时代一定是扎根鱼 一个真正让人内心充满活力 和向往的这么一个时代之中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这种兴趣热爱 我觉得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下一位 官长好 萨老师好 你好 我叫财浅 是一名视频手工作者 我听说我们香港故宫 在办一个关于三星堆的特展 里面出现一件黄金面具 这件黄金面具呢 我最开始看到它的时候 是在21年 我在电视上 看到它的考古发掘 我本身是一个手工作者 我就想着它只有残缺的一半 我能不能用我自己的方式 去复原它 这都是你自己 一个工序一个工序做的 对 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太厉害了 这一锤敲出来的 太棒了 纯金大棒了 对对对 用了多久 这件面具花了15天左右 15天 这个后面是什么 这也是三星堆 一件非常有名的文物 叫金杖 里边是用的什么材质 中间是木头 然后这件木头 也比较有点说法 我去了三星堆的博物馆 逛了它旁边的那个 考古发掘遗址 它那个遗址非常的大 然后上面种满了农作物 然后我就在那个 种满农作物的 乡间小道里面 去找到了一根木头 所以这里面的那根木头 是在三星堆的 考古遗址上找到的 有没有人说你 就浪费时间做了一件 对 这也是我想要 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我在做黄金面具之前 我身边的朋友说 你做这样一件作品 它又花时间又耗金钱 还费力气 那个金块是你自己 就是那个金条 对 自己花钱买的 对 并且也没有 之前有成功过的先例 就是做文物手工方面的 对 但是我还是凭着一腔热血 把这件事给做出来了 其实我也知道吴官长 您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纪 然后辞职去面试应聘 香港故宫的这个馆长 对 那我想请问 您也是一个 凭着一腔热血做事的人吗 是 这个故事是在四年前的时候 这个时候因为香港故宫馆 已经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 他需要一个馆长 还没有聘到这个时候 我还在政府里头工作 应该还有几年之后才退休 很安稳地工作 要受到尊重 生活没有问题 我最感受是 我在要通过一个教聘的情绪 要面试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 我感觉很奇怪 我上十年来从来没有参与面试 应该有参与是我见其他人 面试别人 对 第一次我坐在另一个方向 有一个考官坐在面前 感受是很奇怪 这个时候我问姿姿 为什么我坐在这里 为什么 当然这个时候 我觉得我姿姿好像你一样 有理想 我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 我其实这一期面试里头 我提出一些理念 后来我当馆长以后 每一个都把它实现了 所以我放弃了 我差不多刚好上十年 在我旧单位的工作 来到香港故宫馆 这个时候我是第一个 香港故宫的人 然后我聘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到现在已经有150人 然后我们就花了五年时间 把它建好 成功 好像你今天 把这个面具做出来一样 所以我跟你一样 我要希望你继续努力 在这样的人生阶段 仍然还有那种 就是能够背水一战 从头再来的那种勇气 真是让人 让人钦佩 让人羡慕 谢谢 下一位 观众 您好 萨老师好 我叫黄晓晴 来自北京民自乐团 是一位二胡演奏者 那么今天我也带来了 我的朋友 他是一位打击乐演奏者 在提问之前 我们准备了一个 小小的互动环节 对 想邀请嘉宾老师 跟范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完成 可以 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 也是明月和流行音乐的 一种尝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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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节奏被追 等一下 我一起有 好 谢谢 好酸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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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牌 好好地 不要我演讲好了 不要我唱过 当然都可以完成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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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还叫第一 这个歌是《比亚》 是1990年 1990年 刚好30年 30年 30年 这个是我们推动了很多一个岁月 30年了 没有见过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们一开始把节奏给你们带乱 看得好 我就看那个姑娘已经 然后我有一点小小的体会 就比如说近年来 不管是民族音乐 还是传统文化 都一直在做一些新的探索 去尝试更多地去贴合大众 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困惑 比如我们这种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东西 为什么一和流行文化融合的时候会变得更好听更好看更吸引人了呢 我想请教您 我们的传统文化 过去有个无解 当然我们这个 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能不能给他一些新的内容 生人动力 新的元素 当然我们中间这个过程 一定要保存他最核心的一个价值里头 现在有个叫国风 有时候他们穿的 有时候他们要唱歌 国潮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所以怎么样去我们去用现代这个内容给他一个表达 我们一定要记忆要观众喜爱 第二就是刚才我说的 不要保护好他 不要把他内容歌曲改善乱七八糟 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 其实就像您在策展的时候 刚才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这个 能够进入到乾隆皇帝的梦境中 其实如果单是一个故事的话 一个文字的故事 你可能阅读完了 在脑海中想象一下也就过去了 但如果在现场它有这样的装置 你可以躺下 你和这个故事的距离就更近了 是 好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 下一位 吴官长好 夏老师好 我叫张蕊 然后在开始我的故事之前呢 想请大家先做一道题 好 如果请你为图中这支投钗 打包运输的话 你会固定其中多少个地方 让它保持稳定呢 你走哪家快递公司 来 听一听现场 有没有观众给我们几个建议 你试试 我来吧 你试试 首先呢 这件应该是点脆是吧 开始卖弄了 点脆 好 点脆的 因为我有见过 然后它其实是很多地方都可以动 就比如说上面的鸟啊 翅膀啊 尾巴 我觉得都得固定 你可以回答一个数字 几个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个点吧 你就把它绑起来是吧 对 绑起来 你要把这只鸟整个绑起来 有比它少的吗 这个不是越多越好 来 你试试 你觉得几个点可以搞定 我就猜四个吧 哪四个 大概就是非蓝色的部分 上下左右 固定四个点 好 谢谢 请坐 如果是我 我就不运输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正确答案是 那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其实是十三个点 对 因为它的这个工艺非常复杂 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 它其实是会晃动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 容易晃动的地方 都需要给它进行固定 包括上面的一些色彩的工艺 然后它的这个鸟身 是镂空的 所以它的背面 也需要进行一些固定 所以其实最终 我们是做了十三个点位的 一个固定 十三个点 对 就这一个头拆 对 其实这件文物是咱们香港故宫开幕展上的一件文物 包括它在内的九百多件文物 都是我们从北京故宫一件一件打包包装运输 到香港故宫进行展览的 九百多件 每一件都是 你是运输团队的 是的 怪不得 怪不得 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团队接到的最大的一笔订单 您是相当于标局的是不是 是那个概念吗 是 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在运网香港所有的这些文物中呢 我有一件印象非常深刻 它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箱子 但是我们听北京故宫的老师说 这件箱子是吴馆长亲自点名一定要带到香港的 所以今天终于见到吴馆长了 也想请问您为什么对他情有独钟呢 我挑这个文物其实我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头有一个展览 看到这个文物 这个展览是说故宫博物院历史 从1925年间以后到现在的历史 其中最困难的历史就是在1933年的时候 所有故宫的文物都要打包 从北京运到南京 运到重庆 运到西川 这个时候已经经历了十多年时间 可是中间途中 没有一件文物受到损失 破损 这个是人类的辞职 我觉得这个历史太重要了 我希望把这个故事告诉观众 在观众影响这些美丽艺术品以外 要知道原来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 与我们国家民族发展的历史相关 我们过去一年 差不多有千万一千件这个故宫文物 从北京到香港 从香港运到北京 我们的压力很大 这些重要的故宫文物在过去十多年 没有受伤 没有伤害 我们保护不好它 好 很幸运你的团队跟故宫团队 我们香港故宫文物团的合作 一千件文物没有受到损害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谢谢 请坐 请坐 馆长今天来呢 也给我们准备了问题 看看大家对于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有什么样的了解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题 香港故宫开幕展 专门为一种动物做了展厅 请问是以下来一个 A是马 B是熊猫 4是猪 3种动物 开幕展是在2022年的7月 7月 7月 我们这个家呢 差不多6个月时间 到年底12月才结束 专门为一个动物做了展厅 嗯 你选的哪个 我选了 这道题是我答错 资格取消 我选了A 马 为什么 因为古代有很多描写马的作品啊 文物也好 就是古人是很喜欢马的 像词语里面有龙马精神 然后文物里面有马踏飞燕这些 古人不喜欢熊猫 古代的文物当中好像还真没有太多熊猫 是吧 那为什么没选C呢 感觉总是没有什么关联啊 有一点关联就是那个麦豆 那是动漫展的是吧 请坐 有选B和C的吗 来 说说你的选项 我选的是B 熊猫 为什么 因为2022年是冬奥会开幕 然后这个展览也是在2022年开展的 所以就是想象的世界也是展示一下 就是中国特有的这个动物 如果你来策展的话 展什么呢 抓两只真的来放 抓两只真的来放 正确答案应该是 A队的 香港人都好喜欢马的 马在香港来说 我们喜欢晒嘛 对 还有我们在这个奥运的时候 要做过一个马书 当然最重要的是 马的艺术品在故宫很多 战争 竞技 跟外国沟通 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师扮演 这个应该就是当时展览的时候的一幅 是 作品 这个是我们要跟一个艺术家合作 如果你站在前面的话 这个马会走过来跟你打招呼 真的真的 我们有个互动元素在里头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马的图 嗯 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多媒体 剪品 跟故宫有个互动 也是很受欢迎 像这样的一些设计 真特别吸引人 就你往前面一站 有一批跟你有着某种联系的马 就听到了你的召唤 就啪啪啪 从屏幕上向你走过来 那种感觉 一下子你和历史之间 就没有了距离 第二道题了 大家看看那个图 这件事前往年 所做的红白蓝配合皮 一到香港就受到了大家的追捧 请问为什么 A 贴近生活 B 配色好看 C 工艺超前 这个可能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 他们的生活当中 可能见这个见得少了 我们那个时候街上还到处都是 是啊 每天都用的 我刚才跟吴馆长的这一番聊天 都把答案都告诉你们了 大家选完了吗 能把你们的答案一口同声告诉我吗 三 二 一 A 一口同声 A 谁告诉我一下吗 为什么选A 他怎么贴近生活 谁说说 来 后面那位 我不确定 我不确定 就是这个答案 特别像我小时候看到的那种街边 发廊的转的滚筒那个配色 理发店那个 是吧 对 是的 小时候那个理发店旁边 永远在门口有一个 红白蓝三色彩带转转转转转 这骨铁可能也是 是不是在宫里边给他们做发型 是 所以正确他的暗示 A 编织袋 大家看到这个袋子是我们六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常用的 这个时候我们很贫穷 没有旅行 像我去东莞 我就去陪爸爸去看看我的祖母 这个时候有带了很多东西 都用这个 手臂 手臂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坐火车 都是红白蓝 它背后代表的是我们这个年代很辛苦 打拼的一种精神 打拼精神 可以去香港精神 您说的这个记忆 其实后来在内地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 当年深圳开始发展的时候 很多年轻人到深圳去寻找机会 也是背着蛇皮带 所以一说起这个蛇皮带 感觉就是一段奋斗的历史 一段为了美好的生活去打拼 去奋斗的历史 所以这种东西 是能作为一种文化内核传承下来的 谢谢 谢谢吴馆长带给我们的这四道题目 谢谢 一下子又让我们对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有了更多的兴趣和好奇 包括像刚才很多的展览 我们真的期待未来有机会 能把它再一次拿出来 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感受到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奖牌留给您 请您好好地为我们讲一讲 您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故事 老师们好 很多好奇好问的朋友都问我 到香港故宫馆有什么好看 不如我带大家去去看看好不好 我们香港故宫馆里头有一个展厅 五号展厅 这个展厅叫《气息维新》 是当代谢继 与传统工艺一个对话 大家知道谢继 是一个当代的概念 谢继在我们中国传统也没有 其实有的 我们中国传统的工艺师 他们还是谢继继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 打破过去把故宫文物 分成不同类型 从一个工艺品透过它的功能 透过它这个与观众沟通 把这个不同文物的故事说出来 这个展览当中我们展出了 70多件这个文物 主要是明清工艺里头用的 生活用品 当中我有两件展品 可以给大家介绍 大家看到这一个是什么东西 在展规里头 红红的 很多盒子 杯子 筷子 它原来是一个用来野唱的工具 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放在这个著作的手提栏里头 这个时候 皇帝到家外去野唱 这跟我们现代野唱也一样 我们看第二件 大家看到这个展规里头 有一个扇子做得很很精密 是用法兰做的 究竟这个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冰箱 过去它知道没有电的话 夏天在几千层里头是很热的 他怎么样去喝一点冰冻的东西 这个时候在冬天 收一顿冰放在一个冰窖里头 保存到夏天 然后就把这个冰放在这个冰箱里头 下面可以放一点水果 放一点其他的 然后看看它下面有两个孔 为什么有两个孔 两个孔可以翻出去 就算一个空调一样 这是古人的滋味 冰箱是在乾隆的时候做的 一代一代穿下去 到最后一个皇帝 溥仪皇帝 他非常爱这个冰箱 在1924年的时候 离开执政城 帮到天津 他把这个冰箱带走 所以他可能很多小时候的回忆在里头 我们这个展览展出以后 很少观众欢迎 因为大家看到的 用一个传心的这个细节 去看这些我们古代珍贵的文物 更重要的是把生活连接在一起 香港古宫文化博物馆是去年开幕的 很多人都问 为什么要在香港 建一个香港古宫馆 这个我可以说 香港古宫馆的成立 是香港寻找文化根源的一个过程 当然如果要谈到我们香港馆 这个最早最早的源头 我们可以把最早到2007年的时候 大家出身没有 应该有了 这个时候是香港回归十周年 我们有幸得到古宫保护员这个答应 把它最重要的送到这个清明上号图 到香港展出 这个时候只展到一个月时间 已经有十万观众观想 引起我们香港很大的一个轰动 所以在三年以后 在2010年的时候 上海西博会有一个电子动台版清明上号图 很少观众欢迎 上海西博结束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动台电子版的清明上号图 在香港展出 上个礼拜有92万观众参观 打破了香港所有文化活动的记录 这个记录在现在还没有打破 观众看这个电子动台版的清明上号图 大家猜猜多长时间 15分钟 差不多 半个小时 他们看一个小时 他们看这个建筑物是怎么样的 人物穿的什么样的 小店吃的什么样的 所以很多观众都不愿意走 我们时候很困难 我们要赶他走 有清茶 塞这个观众过来 这期展览结束以后 从2012年到2015年 每一年都有一个重要的故宫展览 在香港展出 每一期都有很多观众很少欢迎 这个时候我还在看文书 还在政府工作 我跟故宫也蛮熟的 大家有思考 怎么样能够严肃 这个合作关系 在2015年9月份 一个很熬眼的机会 我跟当时这个政务师师长 林正月娥到北京 跟这个时候故宫文医院的 山崎强院长 我们三个人在故宫 这个时候很休闲的时候 走路喝茶 这个时候有一个链头 提出来 能不能在香港建一个故宫 就是这个很简单的聚会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链头提出 我们花了一年时间 做了一个很好的方案 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非常支持 我们公报这个山崩的时候 是2017年 刚好是香港回归20周年 是作为国家送给香港这个礼物 希望更多香港的市民 透过香港故宫文化曝光 更好的 更传绵地 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花了五年时间 把这个管建好 在2022年7月份开幕 当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不太一样的故宫 跟北京跟台北不太一样的故宫文化博物馆 刚才有个同学提到 香港这个文化有什么特点呢 开放 多元 包容 我们就把这个 我们的特点放在我们展览里头 我们不会是某一类的文物 你看陶瓷的 你看书画的就看书画 我们每一个展览都有主题 有大历史的故事 然后有小文物的故事 五八件文物就有五八个故事 第二个就是跨界 刚才同学们 你们有一个音乐活动 其实我们在馆里头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音乐表演 我们也有一批是长泽的 年轻的艺术家 有些是看不见 有些是听不到的 我们在馆里头 安排一些机会给他们表演 跟观众互动 这个跨界我们希望就是观众过来 不单是用眼睛看文物 可以感受 我们不同这个媒介 文化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多元 我们不要献金它某一个范畴 第三个就是长青 上青今天我们谈了很多 用现代这个手法去表达 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可是这个咱们去演绎 大家看到有一个戏品 是一样是我们在四号展厅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 是有一个艺术家 他把一个故宫收藏这个钟表结构 然后重新做一个艺术品出来 满受观众欢迎 另外一件是一个音乐的作品 艺术家参加了很多北京宫廷里头的音乐 然后他做了一个多媒体 因为我们在检厅里头有很多关于是故宫折入的 观众看到以后就是透过另外一种这个方式去跟这个展品有个互动 留结故宫文化 故宫文物 之后谈到我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未来 香港故宫馆是一个年轻的博物馆 跟大家一样 年轻人有什么特点 有干净 有活力 有乐情 有理想 我希望我这个香港故宫馆 作为一个年轻的博物馆 都有以上的特点 谈到理想的话 我们要走出去 我们会把一些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的展览 带到香港故宫馆 带到内地 这个包括一些我们过去不太注意 关注的展览 我们要希望把我们中国文化 找出去 透过我们跟很多外国博物馆的网络 更好的跟海外的观众口通 给他们了解我们中国故事 一个年轻的博 与年轻的观众可以做很多的工作 一方面我们希望就是拖减我们更多青年观众 一定要做你们喜爱的 你们愿意看的 可是我们不但要你们喜欢 我们可以带一些我觉得你们需要的 拖减你们的眼睛 拖减你们的思考 我希望大家在座的 都对我们这个文化艺术更兴趣的 多看看我们的博物馆 如果有兴趣的话 去接我的帮 带我们博物馆当館者 谢谢大家 谢谢 感谢吴馆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奖 未来有一天我一定会到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去亲身地感受一下 那个地方独特地展览的方式 在您刚才开奖的过程当中 现场的观众写来了很多小纸条 包括我们网上的一百位云端观众 也写了很多的问题 我从里面挑了一个问题 如果让您可以不加任何限制 从内地众多博物馆的所有文物当中 选择一件到香港去展出 您可以随意选一件的话 您最想再来一次 就是清明三号图 清明三号图对我们 我个人来说意义重大 因为我是有机会参与这个图 从北京到香港 我们最初给国公提出来之后 没有想过他答应 好 然后我在这个展览展触的时候 我要求每天要去检查这个法案工作 就是开关之前我都要看这个法案工作 然后再看这个图 您自己先看 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 因为我们自己的感受 这是太好了 这个这么重要的文物 我们香港有机会能展出 当然这个清明三号图不太容易 它才展出香港一个月可能要睡觉三年时间 所以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我再期待清明三号图再来先赶 所以我在想 这样的双向奔赴是最幸福的 在开场的时候 问了吴館长一个问题 咱们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館长说现在还没有镇馆之宝 但是我刚才听完您的整个开讲 我觉得镇馆之宝就是您和您的团队 就是香港所有的市民 就是所有中国人内心种植着的 共同的文化的根脉 更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 这样一个香港与内地与世界 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平台 只要这个平台在 未来就会无数的宝藏在这里展出 所以用一句未来以来 过去 未去 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结束 我觉得最适合不过 谢谢 谢谢莎老师 谢谢观长 用来来的精彩开讲 谢谢莎老师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开讲 再见